1月27日 北京冬奥会三个冬奥村正式开村 当天在北京冬奥村举行的发布会上 北京冬奥村运行团队对外联络副主任张冠南介绍 在时 北京冬奥村预计将接待44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 仅1700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 为他们提供长达53天的全天候服务 今天我们已经预计将有近20个代表团的360人左右 来入住到北京冬奥村 在运动员抵达我们北京冬奥村以后 第一站就是代表团接待中心 经过安检和正线激活的确认后 直接进入到居住区 然后开始他们北京冬奥会之旅 此前 三个冬奥村迎来预开村 张冠南表示 从已入住的各国新潜团成员的反馈看 他们对北京冬奥村的整体评价较高 运动员和随随官员的体验来说 他们目前对北京冬奥村的整体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认为北京冬奥村首先居住的空间 相对来说服务设施 包括整体的建筑质量都比较满意 然后对于我们运动员餐厅提供的食品 包括这些饮料 这些相关的饮食服务的安排 也是高度的认可的 作为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居住生活的地方 冬奥村将向他们提供 吃 住 行 衣 康 乐等方面服务 而此次冬奥会恰逢春节 张冠南说 也会在饮食安排上加入春节特色 我们还将提供健康 安全 丰富多样的饮食服务 18道菜品 每8天进行一次循环 正好赶在北京冬奥会的赛事期间 我们也恰逢中国的传统春节 届时我们冬奥村的餐饮服务 也将围绕中国年主题 然后增添一系列的中西方特色的餐饮美食的提供 让运动员更好地体验我们中国饮食文化交流的魅力